女儿 你与那女子的婚约早就作妃 在儿臣这里不曾作妃 那你是怎么想的 儿臣只是不想再一次对不起她 那你想怎样 难道要立她为太子妃吗 你的那个野青蓉呢 你又将做何打算呢 好了 朝廷政务繁多 慕容家的事 你就无须再查 至于那个慕容一允呢 容母后给她找一个好人家 好好照顾便是 母后所说的好人家 难道就是那西郊的荒村野宅吗 齐儿 你这话是何意 母后不让儿臣彻查慕容家一事 难道是其中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大胆 你竟然敢怀疑母后栽赃慕容家 儿臣不敢 母后稍安勿躁 但儿臣详查清楚 自会水落石出 儿臣先行告退 齐下我意 秦蓉 你 你怎么来了 我知道你今天心情很烦满 所以特地想要带你出去散散步 没心情 是吗 我这里有一封给你的信 我的 我在你们这儿没朋友 谁会给我写信啊 这写的什么呀 本来就看不懂繁体字 还写的歪歪扭扭的 这个呀 是长河村村民写给你的 他们感谢你当初救了他们全村人的性命 所以邀请你再次去长河村做客 不过 看你今天如此狼狈 又没什么心情 我看还是算了吧 谁说的 我现在烦得很 还不如出去散散心 走吧 走 沈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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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亿你来了 忘了我教你们什么了 要叫我 美女 真乖 来 拿着分吧 沈亿人来了 沈亿人来了 沈亿人 谢谢我给大家带的礼物 谢谢 美女 听说你要当太子碎了 皇宫大吗 皇宫里的姐姐都和你一样 善良美丽又有本事吗 娘亲说 如果你当了太子妃 就不会来看我们了 小舌头 别瞎想 美女姐姐还有事情呢 赶紧你们去玩吧 去我们去吧 乡亲们 你们也去忙吧 好好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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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柔 其实你在我心里 就像一只自由翱翔的小鸟 你是属于天空的 若你占尽了王府 做了太子妃的话 你就像折断了翅膀一样 你门心自问一下 这真的是你想要的吗 皇上 你在为何事而有心呢 你看 齐儿近日坚果 处理政事不周 众大臣都纷纷上书 谈及他的不是 原来是为这事 本以为 齐儿最像朕 没想到 没想到 他为这儿女情长之事 竟纠缠不清 现在 不但坚果不利 还把全部的经历 都放在慕容家反叛 一世的旧案上 臣妾也没有想到 齐儿他竟然会这么做 太年轻了 做事不知分寸 皇上 皇上 来人哪 传太医 皇上 你这会儿 不会顺朕立太子 有点过早了吧 不早 不早 皇上 早些发现问题所在 毕竟也是一件好事 说来 你我少年夫妻 走到现在 也有几十载了 一起养育了四个儿子 也实属不易 燕香 盈儿 竟嫌你我儿去 齐儿身为太子 孝儿虽小 他亦不要你我操心 反而哀家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尘儿 我听说 尘儿最近在家 闭门思锅 低调行事 散尽家财 阵脊栽民 我想 他的确反思了不少 有这种事啊 有这种事啊 的确如此 皇上 我不再给他一次机会 他日在朝中 也可助齐儿一臂之力呀 皇后说的也不无道理呀 尘儿毕竟是朕的亲骨肉 若他能真心悔过 朕不会不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 皇上 何不先恢复尘儿的亲王爵位 一观后效呢 皇后啊 朕在考虑考虑 你放心 娘娘 太医来了 皇后娘娘 太医来了 谢炎臣他们 竟然让我与慕容音韵 离见尹情柔跟谢炎齐 难道他们真的没有怀疑跟我吗 不错 我是恨尹情柔 不想让她得偿所愿 嫁给谢炎齐 但是 若是真的理解了隐情柔跟谢炎齐 那又怎么样呢 隐情柔到最后 还是会与我心上人一起双宿双飞的 那该如何是好啊 到时候 我就一点机会也没有了 可若是不听杜映和谢炎臣的话 我又能怎样呢 我又不是他们的对手 孔双双啊 孔双双 孔双双 快发挥你的聪明才智啊 快想个办法呀 朕今日来是有要事宣布 小丘子啊 是 是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即日起恢复二皇子凌晨王之封号 进御书房携同太子处理朝政 钦此 此事不同 此事不可 怎能这样啊 这是个好事 皇上 臣以为此举万万不可 为何 天无二日 国无二主 皇上 您既已令太子监国 若再让其他王爷参与政事 十乃混乱朝纲之举啊 放肆 你竟敢这么跟皇上说话 无碍 无碍 爱卿直输雄义 朕十分欣赏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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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丘子 传朕旨意 到凌晨王府宣旨吧 儿臣参见母后 是尘儿啊 多日不见母后世事挂念哪 母后 儿臣近时日竟私己过 日日夜夜祈求父皇母后身体安泰 江山社稷长久治安 乖孩子 母后知道你孝心一片 实在是欣慰 你本无大错 你父皇恢复你的封号 你可要珍惜啊 是 儿臣记下了 今日来儿臣就是谢谢母后 谢母后被尘儿所做的一切 是 相国告诉你的吧 是 罢了 你既已知晓 就更应该尽心竭力地为朝廷做事才对 儿臣谨遵教诲 对 母后 儿臣有一事想问问 但说无妨 那慕容家之事 慕容家的事你就无须再问 是 是 儿臣多言了 你要知道 母后所做的事 都是为了你们几个弟兄的和睦 是 辰儿知道 若无他事 儿臣就先告退了 望母后保重身体 去吧 慕容家的事 我绝不后悔 凡是回我江山社稷之事 我定不会饶恕 慕容一月 就算你逃出来了 我也绝不会就此罢手 更不会让你嫁给齐儿 人家原配都回来了 也不知道是谁赖在这儿不走 这叫什么事啊 这不就是第三者插足吗 你说这到了古代 某些人也还是个做第三者的命 简直让人笑掉大牙 这不就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吗 我记得 这些某些人一直说 最讨厌第三者什么的 如今呢 可悲呀 这不就是山水轮流转 你不转 我转啊 孔双双 你不用在这儿说风凉话 我从来没有做过违心的事 对 这人哪 就得要脸 不能做了那啥 还得立牌放 对吧 孔双双 我是不想把你那些乱七八糟的事 抖出来 你那些烂事 逼老太太的裹脚步 还要烂还要臭 我告诉你 你要把我逼急了 我把你的事全抖出来 臭掉整条大街 你 行 你等着 我让你煮熟的鸭子嘴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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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你煮熟 我让你煮熟 你不能煮熟 你不煮熟 我让你煮熟 我看你煮熟 你快走 你是誰 是不是老三派你來殺我的 來人哪來人哪 王爺莫慌 我若是想殺你 在你暈的時候就動手了 何必要等到現在呢 你既然不是來殺我的 找我所謂何事 王爺不覺得最近做什麼事情都很順利 心想事成嗎 難道王爺不曾想過 這暗中是否有人幫助你嗎 難道 那個人是你 不 不可能 說 你究竟是誰 你找我到底有何事 慕容憶允的出現 在時間上 王爺想過沒有 為何恰到好處 王爺就沒有想過 這世上哪有這麼巧合的事情 說這麼多 如果王爺不信 那我也不說了 在下告辭了 慢 蘇華說 兵行先招 他信誓旦旦 想必所言非虛 大霞莫要生氣 本王只是有一事不明 你為何要與三弟對抗 我與謝延祺之間的事情 王爺還是不要多問了 你只要記住 你我協作 定當助你登上王位 這話可不能亂說呀 王爺就不要在我面前裝了 這是你在朝中黨羽的名單 王爺看一看 是不是這些人 幹問大俠 究竟何人 這些你無需多問 你只要記得跟我通力合作 這皇位 必定是你二王爺的囊中之物 好 真是天助我也 話既然說到如此份上 本王就信你 那以你看來 接下來我該怎麼做 王爺莫及 有什麼消息我自然會通知你 對了 還有一件事情 請講 雙兒一直在聽命於我 為我辦事 還請王爺看在我的面子上 放過他一條手 也請有信 就是這 你 我 不得了 你 我 我 我 有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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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付出代价 你来了 嗯 贤妾 你究竟是怎么想的 我这次来 是想给您我之间 最后一次选择的机会 我也不知道 靳云来 心乱辱骂 你究竟是什么事 让你竟然如此难以取舍 我越是调查慕容家一事 越是觉得其中必有蹊跷 莫容家获罪 与先帝最宠爱的皇子良枉有关 可母后如此厌恶意语 却是因为我 我希望你能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你究竟是怎么想的 只是觉得身为皇子 却连自己最心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 真是无能啊 那你现在 那你现在还是爱着慕容抑郁 对吗 不 我是我保护不了的那个女人 是你啊 轻柔 自从你待在我身边 这一路以来竟全是凶险 加上这朝堂之杀 步步惊心 我就更加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了 既然如此 我不会再让你纠结 我不会再让你纠结 清柔 你决定了 你可得想好了 这可不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我决定了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可是我还是觉得太轻率了 阿广 大同 你们想 其实我们来到这个世界 冥冥之中 上天是有天意的 我承认 我也曾经幻想过 想要飞上枝头当凤凰 可是 自从慕容一允来了之后 我觉得一切都变了 她对谢延祺痴心一片 而我们又不属于这里 既然我们终究要走 我为何要耽误他们两个两情相悦呢 而且谢延祖她是个重情之人 我最佩服的就是她这一点 她现在一定十分为难 她不想让我们两个任何一个人受到伤害 我也不想让她为难 在外人看来 在外人看来 两个人都嫁她就是了 可是我毕竟是个现代人 我做不到 与别人分享我的老公 我觉得爱一个人 就应该全心全意的 难道不是吗 哎 这样也好 你如果不嫁给谢延祺了 那我们就进不了祠堂 那我们怎么穿越回去啊 我是这样想的 等他们成亲以后 我就去求谢延祺 让他放我们尽宗祠 一探究竟 但是如果他要是不答应呢 他要是不答应 哎呀 怕什么嘞 大不了到时候 我造一架飞机 我们飞进去 你就吹吧 你怎么不说你造一个时光机 把我们穿越回去啊 好了 以我对他的了解 他肯定会同意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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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